大家好,我是小云,最近网络上都在做凉皮 今天教大家制作最详细的凉皮教程,保证一次做成功 首先我们准备500克面粉,3克盐增加面的筋性 270克凉水和面,边倒边搅拌,搅成面絮 再下手揉成光滑,柔软的面团,盖上保鲜膜,醒面30分钟 准备半盆清水,洗好的面放在水中,开始抓洗面团 正宗的凉皮都是从洗面开始的 抓洗的过程中,你会发现,面开始散开,初步形成面筋 但是还不够,还要继续加水洗面 洗出的面水倒入大盆中,这样反复3-4次,一直洗到水比较清澈 洗好的面水静置3-5小时 弄好的面筋中,加入0.5克无理泡打粉,给它揉均匀 放在盘子中,开水上锅蒸15分钟即可蒸熟 放在一边,备用 面水最佳沉淀的时间是3-5小时 我们把表面的水倒掉,沉淀的面粉,给它搅拌均匀 过滤出多油的杂质 盘子中刷薄薄的一层油 倒入少半勺面粉水,摇晃均匀 开水上锅蒸,盖上盖子焖一分钟 开始变白,鼓起大泡,即可出锅过凉水 上面再刷一层熟油 这样做的凉皮特别的筋道痛亮 只要面粉水沉淀不低于或超过3-5小时 都可以做出筋道手滑的凉皮 接下来切成长条放在盘子中 面筋切成长条再切块 大家可以看到面筋非常的蓬松渲软 然后再切点黄花丝,放在盘中 下一步开始调料 酸水中加入适量的盐 搅拌化开,倒入盘中 再加入一勺香醋,一勺生抽 适量的辣椒油,搅拌均匀就可以食用了 真的是比外面买的还好吃 喜欢你也试试吧